哈喽大家好我是冯老师 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下用户的一个登录 还有一个注册的一个功能的实现 是使用云开发做的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要讲用户的分享模块 其实分享呢我们是分两个地方去做的 第一个呢就是 好看一下吧 一个是用户主动分享的模块 另外一个呢就是微信的右上角的这个分享功能 比如我们看一下 之前我们微信的开发者工具 好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在这里我们点击一下 当前页面为设置分享 好然后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按钮 点击分享 比如说我们平时打小游戏的时候 然后进到了一个比较值得炫耀的一个界面 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开发者 你需要玩家去让别的玩家 拉别的玩家进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设置这个分享的一个功能 对吧分享到群或分享到个人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分享的按钮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那么还是那句话叫 公寓善机式必先立机器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先对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两个接口 进行一个大概的讲解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shareappmessage 这里呢我把官方的这个页面拽过来 这个呢其实在我PPT上也有 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一会儿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微信.share.share.menu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讲解 它的功能是主动拉起转发 然后进入选择通信路界面 然后它的相关参数的有四个 一个是Title就是转发的标题 如果不传则默认使用当前的小用信的昵称 还有ImageURL它是转发显示图片的链接 还有一个Query是查云字无串 还有一个是ImageURLID 这个我们用到的时候会都讲到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就是微信.share.menu 它是显示当前页面的转发按钮 然后它有这么几个参数 然后呢我就不多念了 然后大家可以感兴趣的 可以暂停一下 可以去看看 值得说明一点的是这个Complete 它的作用其实是 接口调用成功和接口调用失败 它都会启用这个回调函数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用到的两个比较重要的 这边 然后我们开始写代码 那么我们先写用户主动分享的这个模块 那第一步要干什么呢 第一步肯定我要在Creator里边去做一些事 对吧 所以我们第一步跟云开发没关系 我就没写在上面 好 我就先写 现在Creator里边写 这就是我们Creator的一个环境 好我们打开另外一个 哦这应该是改了名字的 好这就是我们之前写了一半的一个游戏场景 然后这里边呢 我就添加一个按钮就行 不用多 然后这个按钮 然后我把它这写成分享 这个钮可以拉大一点对吧 300 120 这样的话我的字号数也可以大一点 为了大家能看清楚一点啊 这就是我们的按钮 然后我把这个按钮呢 起个名字叫做ButtonShell 好我给它绑定一个事件 所以现在我需要再在我们的算了 我现在先把它往上拖一下 创建一个空解点 然后这个空解点叫GameShare 所以现在我还需要写一个Share的脚本 新建一个 Share脚本 在这加一个吧 OnShare 在这我写什么呢 我要写 调用分享的按钮的语句 那么我还是应该把我的全局变量打开 好我们需要在这里头去写一个 Share的这一个函数 这里边我还是要操作云函数 所以我这个微信.cloud.call function 写我们的写我们的云函数 名字肯定是我们云函数的名字 所以这儿 好切成这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写我们的原案数 原案数叫什么名字呢 这儿起个名字 这起个名字叫做getShareInfo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主动调起分享页面 好我们开始写我们的云函数 所以点开发算了 我看看这块 我是不是应该新建一个云函数 所以在这里面我新建一个云函数 这一原案数叫什么名字呢 叫get 刚才好像叫getShareInfo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写 首先先甭关写啥 先获取数据库的引用 db等于cloud.database 这儿我一会再写 我先看看我的数据库 我应该往我数据库里边 想想我应该往我数据库里边 存些什么东西 我现在只有一个userInfo 我现在想分享的其实就是 想想别人分享的 我现在想分享的其实就是一个图片 还有一个图片的标题 所以我去找两张图片 好这里我找到两张 那么我新建一个集合 也就是新建一个数据库 然后存放 我先上传吧 来存储管理 然后这里边我新建一个文件名 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文件名叫做 gamepicture 不行 gamepicture起了 叫share picture p-i-c-t-u-r-e 好 确定 然后在这里头上传我们的两个文件 然后在这里头上传我们的两个文件 这个一会儿会用到 嗯 接下来我们在 数据库里头就可以新建一个集合 比如叫做 share picture 确定 然后我们添加一条记录 然后id的话使用自动生成的 那么我们字段的话 可以用url 这个值就用我们刚才存的那个 这是第一条 好 然后我们再来一条 这就是我们的 嗯 把两张图片存放在了 云存处理获得的图片的地址 嗯 有点拗口啊 大家应该是能明白的 就是我把它存到那个存处理 云存处理 然后获得了他的地址 然后以便访问他 然后我们把地址拿出来 啊 一会儿我们转发的时候会用得到 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 转发的时候是需要用到这个url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 嗯 图片的 分享的这两张图片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要添加一个集合 就是 嗯 分享的 文字 或者叫标题 嗯 那么这里边我需要存放的 比如我可以存放两句话 添加记录 然后字段呢 这里边写title吧 比如说 实际 你也要来玩吗 很好玩的哟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条记录 比如 是时候展现 展示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因为好久没玩这个落路了 所以我完全不记得 ez的台词是什么了 因为大家刚才看到了我的两张图片 一个是安妮 一个是安妮 一个是 ez 好 我们 呃 这就搞定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 云尊储完成了 我们的数据库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写原案数去了 所以把它先关掉 然后写我们的原案数 这里我需要 然后这里边我需要获得的是图片 psa等于db.collection 然后那边叫什么来着 好 share picture ok 没问题 ok 没问题 这边叫title 嗯 接下来 其实我感觉这个上下文用不到 我先把它删掉吧 然后在我们的入口函数里边写 cron miss pic 等于 然后接下来我要做的其实就是嗯 随机获取 然后接下来我要做的其实就是嗯 随机 随机获取他们俩的任意一个都可以 所以这个随机我应该怎么写 我直接return 嗯 title的话其实是 就是 我是从 我是从 这里边去获取 所以这里边我只需要点data 嗯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得到的其实就是一个包含嗯 嗯 集合里边你有权限访问的所有的记录的数据 嗯 不超过20条 所以我们现在就获取到了这个 然后呢我获取到这个的第几个呢 就可以随机了 所以现在我们使用一个随机函数 点rand 等会random好像还不行 所以我应该先使一个flow 然后 才是random 他乘以我们的promisetitle的长度 ok 那么我们的图片也一样这么写 promise 图片点data 好 最后呢我们的errorMessage 他的吧 好 完成 我们的云海数也完成了 把它部署一下 然后我就可以回来继续写我们的 嗯 写s 这里边我肯定是要听console的 比如这会儿我说 嗯 获取分享对应的信息 iis 掉入result 嗯 title title 得到的是 获取它 然后我们的云海数呢 所以title还不行 还得点title ok 哦 sorry 分好啊 然后我们微信 share 就可以用这个 appmessage title 刚才获取到的title 然后image ul salt picture 是叫picture ok picture 可以 ul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我写完了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没写的 好 这还没写 所以这我们就可以写 我们的那个全局 v chat.on share cntl s 保存一下 然后 cntl s 保存一下 项目构建 cntl c c cntl cntl 然后就报了两个错误 好 这错误我先不管它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我们那个creator里边我这个 这个按钮的事件好像没绑定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下绑定 哦 这脚本也没放上去 所以我先把脚本放上去 然后给我们的事件做一个绑定 unshare 然后cntl s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 login场景 然后出使场景是login没问题 点购键 把它复制过来 好这样我们错误自己就消失了啊 好我们点击开始游戏 然后微信手权点允许 然后这里出了个错误 这个错误很容易啊 game.js 这个错误都头疼了 嗯 me信.cloud.init.init.env 然后把我们云开发 好 cntl-s保存 点击开始 然后进来 点分享 然后就可以发送给一个队友 然后点击发送 或者点击取消 再分享 对吧 这是随机的 ok 那么底下呢 就是获取分享对应的信息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它是怎样的一个格式 好 ok ok